大半夜监视器拍下道路两旁停满车辆 但出现一名行径诡异男子 趁着四周梅人开始大胆偷窃汽车触媒转换器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暖暖派出所 近日接获多起触媒转换器窃案 经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案发时均有一辆白色自巧客车 于凌晨三四点在案发地附近出没 推测该车与案件有关联 基隆地区日前发生多起窃案 报案的车主都说车上的触媒转换器遭窃 警方循现追查发现住在新北 51岁的装姓男子设有仲嫌 就是看重触媒转换器里有贵金属 有力可图才会大胆行窃 跟肩埋伏收政 发现车主装姓犯嫌涉嫌重大 经侦察队与本所成立专案小组 报请基隆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 于3月8日搜索装姓犯嫌润于新北市的住处 及交通工具 当场查获犯罪工具 作案头套手套 及切割后触媒转换器零件等张证物 警方调查 嫌犯至少偷了10辆车子的触媒转换器 嫌犯被逮之后 还度变称是捡来的 不过仍然被警方依道窃盗罪移送侦办 警方提醒车主 除了加装车辆防盗设备之外 也最好将爱车停放在有监视器的地方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